您认为中国的21世纪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21世纪的中国 习的 玩的 穿的 家族都会改变很多 就这样子 我想 无一我们的开放政策 我们国家 商品走上走 好象是你 人走上走 跟着世界潮流的发展一定会成为 世界上一流前半的国家 你想应该和美国互相处吧 你应该是可以发现一些 好 我要回国啊 我要回国 老苏 我要回国 杀手 咱们来追随回国 21世纪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 对于上世纪的年轻人来说 是迷茫的 由于中国刚开放时的一穷二白 和世界强国各方面 网如鸿沟般显著的差距 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 公之横行的事况 美国梦 外国梦 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心中最远大的梦想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这一说法 也是屡见不鲜 有人曾说过 50 60 70年代出生的人 是精神受到最急速冲击的一代人 童年时期 经历的是一穷二白 刚建立的新中国 成年时期 经历的是苏联解体等世纪巨变 所以对于中国未来的路在哪里 他们也蛮是迷茫 而今天 中国已然崛起 不留疑问 真理和大炮 我们都拥有 可是回顾这20年 我们拥有能寻求平等地位的过程 真的太过艰辛 每当回想起 就会在午夜泪流满面 1997年6月30日晚 人民翘首以盼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交接仪式 随着英国国旗的缓缓降落 7月1日0点0分的钟声敲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起 经历了百年苍僧的香港 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形式主权 在这一刻 全体香港警察 从夜四的回答 转换为放心同志 而中国 也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日人宰割的国家 1999年 在经历了中普四次友好会谈后 在12月19日 午夜零点整 中国国旗 在澳门缓缓升起 这个被别国占领百年的领土 再次重回祖国的怀抱 第二天 妻子之歌澳门 响彻中国大地 而21世纪 也紧跟着悄悄到来 如果说上个世纪 中国团结非洲兄弟 重返联合国 是解决了国际上的政治身份 那么2011年 加入世贸组织 就是解决了中国的经济身份 从这以后 中国跨进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在这个时间段 有许多人开始敢于幻想 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的经济水平 或者能够挤身世界前列 当然如今的中国 早已经比那时候人们预期的 想象的强大的可怕 在这20年间 中国经济总量 从世界第六 一路跃升到第二位 在前两年疫情时期 别国都处于经济衰退状态 而中国 是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 当然除了经济方面 中国的崛起之路 还有一个必不可找的关键点 那就是军事 尊严只在见风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而那也是让所有国人 无处先烈 付出生命 也要追求相对公平的武器 手上没剑和手上有剑不用 不是一回事 上个世纪美国曾说过 他们只惧怕过一个国家 那就是苏联 只因苏联是唯一一个 能够与老美形成和平衡的国家 但现如今 他们的对手又多了一个 上世纪的人们一定想象不到 21世纪的中国 军事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自海湾战争爆发后 美国的先进军事设备 不仅让伊拉克被瞬间攻陷 更是让世界各国认识到了 科技发展对于军事方面的影响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国家 就是我们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保家卫国 我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立国之战 靠着精良的战术 多次击退各国来犯之敌 可海湾战争发生后 却让我国意识到 现代化国防的重要性 巧合的是 美国因为911事件的影响 以及阿富汗 伊拉克战争的持续消耗 让我国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越来越小 加上中国加入WTO后 经济的腾飞 也顺便带动了军费的增长 中国军备开始大步向前 中国历史上军事实力发展最快的十年 从各种东风导弹的试暴 到军舰航母的陆续下水 包括尖系列战机的起飞 这促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 位列第二的军事强国 就连美国也评价道 我国的东风系列导弹 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 这也意味着美国正式承认 中国是真正能对美国核心 造成威胁的世界强国 在2013年12月13日 中国发射了一枚东风41导弹 这一天是南京大毒杀攻击日 而我国的这个举动不仅是侧面向日本宣告 中华儿女不会忘却历史 更是惊动了美国五角大楼 想用尽一切办法 收集东风的数据 但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没有任何收获 可不得不说的是 就连世界霸主及国家 美国都如此重视中国 甚至带着一丝畏惧 已经可以证明 中国在国际上 拥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不单单是经济 或者军事科技的发展带来的 更是曾经我国的先辈们 无私奉献 后继勃发 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地位 中国崛起的背后 是无数新类的奉献与牺牲 为了研究核武器 多少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数十年 在暗无天日的实验室做着研发 只为中国有朝一日 能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 1956年 毛主席第一次提出 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 还要有原子弹 自此中国的核战略提上日程 直到7月1日 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了 以前三强为首的原子能研究所 一万多人的部队钻进了罗布泊 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开始日以继夜地 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 因为事关国家机密 这群人无法对家人透露事实 只能隐姓埋名数十年 期间许多家庭都认为 自己的孩子或者丈夫 是不是已经不在人世 但为了我国的发展 他们就连闲暇时间都没有 更别说回去探望亲人了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 1964年10月14日 我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 在新疆罗布泊 释爆成功 这也预示着我国成为新一代拥合国家 可尽管中国已经走向崛起 但依旧有人在背后 不断地做出挑衅行为 想要以此来阻碍我国发展 1999年5月8日 美国公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三位新华社记者在此牺牲 多名同胞被炸成重伤 美国这样的做法 相当于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不尊重 更是对百姓生命的蔑视 这让我国无比愤怒 无助人民走上街头 只为给死去的同胞讨回公道 可得到的回答 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误伤 然而为了稳固发展 我国只能咽下这口气 要求美国在国际上道歉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先后五次向我国致歉 并反复强调 自己没有下令轰炸大使馆 但这个仇恨已经扎根 华夏儿女中原不会忘却 可这一切也只怪我国自身实力不够 这才让美国有可乘之机 然而这种事情并不是一次就结束了 2001年 为了维护我国领土主权 海空卫士王伟 在与美空军飞机对峙的过程中 不幸追击牺牲 军事实力的强大与否决定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 除了以上的事件 在中国崛起之前 无数先被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来捍卫左国的尊严 96年台海危机 数十位我军飞行员写下写书 是与美国航母同归于尽 当初的我国实力弱小 才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敢肆意欺负中国 但就算再怎么打击 我国依旧能够不断抵达新的高度 创造不可能的奇迹 这都源于中华儿女骨子里的不屈精神 起约无依 与子同袍 亡于兴师 修我割毛 与子同丑 起约无依 与子同责 亡于兴师 修我毛脊 与子协作 起约无依 与子同赏 亡于兴师 修我假兵 与子协行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如我天威者 虽难必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